哈囉 你覺得它流嗎? 短板T 一個很有質感的顏色 它顏色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愛 棉麻苦裙 Hi 大家好 我是Jasmine 今天的影片是小織女士衣間 那今天要試的衣服是來自 Tiffany的個人品牌 Wear To Eat的全品相試穿 然後我發現我好像沒有跟大家說明過 我小織女士衣間這個影片背後的原由 主要是因為你們看我的臉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我至少有個165公分之類的 但其實真的沒有 我此生量過最高的公分數就是155 對 所以我現在就號稱自己155 我知道我的臉跟我實際的身高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很多人看我本人都會說 你真的好小織喔 什麼的 然後想說可以藉由這個身高的特性呢 來試穿一些衣服 讓你們知道 因為像很多網拍model都很高 然後想讓你們知道說 那這些衣服穿在像我這樣身高的女孩子身上 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又剛好我的大腿在我的身材比例上算是比較粗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特性也是可以讓大家參考 好 那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Wear To Eat這個品牌 因為它是Tiffany的個人品牌 所以裡面設計的衣服也會比較依照它的身形去做修飾 那它本人的身形就是屬於寬肩 然後上下身比例的話是下半身比較瘦 然後上半身相對會寬一點 那它會稱自己為蘋果型女孩 也就是腰臀比比較不明顯 也就是俗稱的水桶腰 其實我自己也是水桶腰 就是腰身比較不明顯 但我更大的特色我覺得可能就是真的是身高 然後大腿比較粗一點 所以待會你們看我試穿的時候可以依照這些特性去做參考 好 那我現在手上有兩袋Where To Eat的包裹 所以我覺得這一袋應該是我自己訂的 就比較厚的 然後這個應該是公關品 我猜啦 好 我們就來把它打開咧 對 這是公關品 這袋就是全部都是我訂的了 我幾乎是全品項都訂了 好 那我們就一件一件來介紹吧 首先 就先從我身上這件開始 這件我會已經有 是因為我去參加他們品牌的 算是開幕活動吧 然後Tiffen你就有送大家一人一件這個品牌標語T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上面它寫有個很大字beauty 然後這邊有一個縫線是寫comes in all sizes 因為他們品牌是主張說希望所有身心的女生都可以在這邊找到適合自己的衣服 你不用再害怕說看著網拍model瘦瘦的高高的穿起來好像很漂亮 結果穿回來自己身上不是那麼一回事 然後他們連官網的行路啊 就是實穿照 都不是找那種漂亮的model 他們是自己來穿 就Tiffenny本人跟他朋友Joy 就他們的身形都不是那種標準的網拍model身材 所以我覺得這個裡面真的還蠻值得贊賞的 然後這件T恤呢我拿的是L號 我本來是想要穿oversize 可是因為它的版型本身就是設計比較女生的版型一點 就有腰身啊然後比較合身那種 所以即便我拿了L號 它也沒有到那種很誇張的oversize 就是稍微比較寬鬆一點 所以我想像我穿S號應該就是比較合身那種T恤 那我覺得這件大家就挑自己原本的尺寸拿就ok了 除非也是像我一樣喜歡穿比較寬鬆的T恤 我拉出來給你們看 它的長度是這樣 對 然後尖線的話就剛好是在我肩膀上面 就沒有比較前面也沒有比較後面 算是蠻剛好的 然後顏色有兩個顏色 我身上是杏色 然後還有白色的 我自己是覺得杏色真的超好看 然後它的縫線是用這種低調的棕色 然後以厚薄度來講我覺得它算是適中的 就不會到是那種超薄超軟綿那一種 但也不是那種棒數很高的 就剛剛好這樣 第二件是這個滾邊的短板T 我超級喜歡這件 那時候在品牌開幕活動的時候 我看到這件就覺得 嗯!這件是我最最最最喜歡的 然後我就立馬試穿 所以那天我有試穿杏色的 然後這件T恤為什麼真的喜歡 是因為滾邊的T恤 它們一般都會做正常版型 就是會比較長 然後你還要加進去 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帥性 然後這件它除了是做短板之外 它下面是做不收編的 所以看起來真的就 就你知道很隨性 但其實又很有設計感 而且我覺得它的版型做得非常非常剛好 就它不是完全合身 但也不會到太寬鬆 所以變成說它這樣輕輕的圍一圈在你旁邊 在你的腰圍旁邊 會讓你的腰看起來變得更細 就是一種視覺上的錯覺 然後矮個的女生短板的衣服真的是必備必備 像我的衣櫃裡面就有超級多短板的衣服 因為我們已經很矮了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把上半身的比例稍微縮短一點 然後把下半身拉長 看起來整個身高比例就會好非常多 所以很多人即便你們看到我的全身照 但是因為可能我衣服穿的比例上有一點調整 所以你們也看不出來我衣服 除非我旁邊站人 剛剛白色那件是公關屏 然後這件是我自己下單 然後它跟剛剛這個的滾邊色就完全對調 這邊是性對白 然後這邊就是白對性 這個顏色我覺得穿起來就是比較氣質一點 對 但說實話這兩件如果只能選一件的話 我會選白色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超級白提孔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穿比如說白色下半身的話 我覺得上面配性色就很好看 這件本身我真的覺得一級棒 如果今天我自己先預測啦 今天我試穿完以後 如果全部只能選一件的話 我應該會真的選這一件 嗯 再來是這件抽繩梯 然後它這邊是有一個繩子 可以拉出一點皺褶 然後這樣 看起來就會比較性感一點點 有沒有 那其實我沒什麼料 所以也不會太過曝露的感覺 然後其實我在品牌開幕那天 有試穿白色的 然後我發現白色跟灰色這個材質 好像不太一樣 就白色是屬於比較軟綿的那種綿質 然後這個是比較輕薄的那種 比較夏天涼感的 有一點點像UNICORE那種涼感的衣服 但沒有到那麼那麼涼 然後白色那件確實也比較透 所以這次就下標灰色的 然後在手臂這邊 用手臂其實也不細嘛 我覺得它手臂也是這樣剛好 不會很貼 但是也不會到很寬鬆 就是一個剛剛好這樣子 然後因為這件衣服 我覺得它屬於比較有一點點 女人味的 就會稍微有一點點性感 所以其實我還不確定我會不會流 因為我本身自己比較少這一類衣服 然後比較少穿 所以不確定流了會不會常穿 然後再加上其實我對V-Link 會有一點點害怕 因為你們看我臉已經很成熟了 然後我下巴又有點尖 所以如果再配個大V-Link 有時候常常看起來會太成熟 或是看起來太兇太嚴肅 對 所以還不知道要不要流 你們覺得要流嗎 容我思考一下 好當然這個是唯一一件背心 然後他們也是做短板的 我真的覺得短板很讚 因為我比較不喜歡那種很長 然後你要加進去這邊 有時候會有一坨東西在這邊 然後這件我覺得最讚的是 它遮腹乳的效果真的做得很好 你們看這邊真的是直直的一條線 所以如果你是腹乳比較大人 完全不用擔心 它遮得超級好 有沒有 完全看不到腹乳 而且我現在是穿有肩帶的內衣喔 它也可以完全把內衣遮掉 這臉做得真的還不錯 然後它的小巧思啊 就是它的滾邊是做外帆的 它這邊做一個比較 我覺得算是比較粗獷的設計吧 還蠻酷的 跟一般的背心不太一樣 然後我選的是鐵灰色 一個很有質感的顏色 然後說實話 其實這次我看到這個背心 是沒什麼慾望要把它購買回來的 因為我自己夏天是喜歡穿細肩帶的背心 然後純粹就想說 這次買全品項回來試穿給大家看 結果我現在穿上去就覺得意外的 就還蠻好看的 比我想像中好看 感覺如果要把它拿來當個什麼內搭也是很OK 然後它的材質超級超級軟 然後很有彈性 因為一開始我看到這個滾邊 會覺得這件衣服 是不是那種很硬挺的版型 你說很硬挺的材質 就不是耶 超軟超軟超級輕膚 然後它有下一件白色 但這件白色我覺得它有一點透 所以隱約會看到我的內衣 然後我這件啊 如果你要買的話 我覺得我比較推黑色 不是黑色啊 深色的 因為它這個滾邊啊 很有設計感沒錯 但是我覺得它會有一點點 加粗 就是怎麼講 這邊有點變粗獷的感覺 所以白色會比較明顯 但黑色它就會變一個低調的設計 再來是這件我也很期待的棉麻褲裙 我覺得它穿起來比我想像的又更好看 結果本來就覺得它應該很好看 結果它穿起來就有點超過我的期待那種感覺 對 然後它就是走一個很簡約風嘛 可是它這個高低剪裁的落差 就有提升它的設計感 然後我最最喜歡的是它的腰身跟褲管的剪裁 因為你們看這邊腰喔 它是做合的 是可以顯出你的腰線的 可是它下來的地方 就不會去凸顯你的骨盆 然後最棒的是它的褲管 沒有貼著我的大腿 因為我剛剛前面有講到 我大腿是屬於比較粗一點的人 所以如果這個褲管它做的不夠寬的話 貼著我的大腿就不會去顯瘦 可是它現在這樣稍微離我大腿有一點點距離 然後但是又不會太寬 因為太寬 因為矮個子的人真的不能穿那種太膨太寬的 整個看起來會被壓扁 所以我覺得這個寬度就是剛好 它離我的腿有一點點距離 但又不會太近 然後就可以讓我的大腿看起來好像有點顯瘦的錯覺 然後我覺得咖啡色也很好看耶 就比較知性感 因為這件是穿去上班完全OK的那種 很好看 兩件我都很喜歡 我覺得我這個應該會兩個顏色多留 再來是這次唯一件牛仔褲 那先跟你們說 當初我在官網上看到一件褲子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件褲子應該不適合我 但因為我講嘛 我想要全品向試穿 所以我就還是下飆回來了 那我跟你們講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這件褲子不適合我的原因 就再次強調 我的大腿是屬於比較粗的 所以一般來說我挑褲子會習慣挑稍微有點A字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這件是買S號 但它對我來說腰圍是有點鬆 但是大腿呢是有點包圍住的 因為我剛有說我會習慣買A字嘛 那A字它這樣出來是會離我的腿有點距離 會創造出我剛剛所謂看起來大腿稍微有點瘦的錯覺 但這件就沒有 因為它是做直筒的 所以它這邊是這樣貼著我的腿 然後裡面因為我大腿內側肉也算蠻多 所以這邊也貼著 你們有感覺這個褲子就是有點這樣子一個弧形包住我的臀 這感覺嗎 所以這件褲子我自己是不會留 然後也給你們參考 如果你跟我一樣類似身型的女生 我覺得這件褲子就沒有到那麼那麼推薦 但是如果你是跟Tiffani一樣是屬於蘋果型 就是你下面比較瘦 然後上面這邊比較寬的話 那這件可能就比較適合你 好再來是這次這件短洋裝 非常的可愛 然後給你們看 我很喜歡它背面有做這個一條這樣下來的設計 就讓這件素素的洋裝多了一點設計感 然後我選的顏色是這個綠色 我覺得還蠻可愛 很適合夏天一個顏色 很清爽 然後它的強度大概是在我的膝蓋上來三分之一處 就一如我的女生穿起來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材質是屬於那種比較輕膚軟綿的綿料 但是又不會太薄 因為太薄的綿質會很容易貼著你的身體 就先給你們說這件我也是買回來穿給你們看 主要是因為我比較沒有喜歡它肩膀這邊的設計 我自己個人喜好是要嘛就是很小肩 要嘛就是它做比較寬 然後領子大一點那種比較浪浪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一件我可以理解它是設計給那種比較肩寬 或是這邊婦孺比較大的女生去穿 但我自己個人比較沒有偏愛這種設計 所以這件我就是不會留這樣 好今天最後一件是這個直痛西裝褲 那我現在要走到很後面讓你們看一下全身的樣子 對我現在是有再多反折一折 然後這樣我覺得筆記看起來會比較好一點 它本來就已經有折一折了 放下來給你們看兩個差異這樣子 那這件褲子呢我覺得它顏色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愛 是一個很溫柔的嫩粉色 顏色真的超好看 很適合夏天 然後它褲子後面這邊是做鬆緊的設計 就可以去因應不同女生的尺寸這樣 但我必須說我自己在西裝褲的選擇上 我會比較喜歡它是就是一條這樣過來的 就不要有鬆緊在外面 我會覺得質感會提升一點 再來是版型的部分 那你們可以看到 就TZD它本身是屬於腿比較細的 就是腿比上半身細的 那我是屬於腿比上半身粗的 所以你們看我在腿這邊啊 我覺得就是會比較有點圓形畢露那種感覺 就沒有到很誇張 但是有一點點 對因為我大腿內側這邊真的是蠻多肉的 我自己在挑西裝褲啊 會比較喜歡挑那種 它的這邊就是這個褲子 這樣做稍微低一點點 這樣可以 呃技巧性的避掉一點大腿肉 所以我覺得穿起來 應該說它對我來說不會顯胖 但是也沒有顯瘦這樣 然後顏色很好看 對 所以這件其實我目前也是還在猶豫 到底要不要留 會覺得 真的顏色很好看 但是酷型又沒有到我很滿意的程度這樣 對 所以你們覺得要留嗎 這件 如果你們覺得要留的話 就在留言底下告訴我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wear2e的全品項開箱 那我要說明一下 這件洋裝啊 它有出一個版型 一模一樣 只是長度加長的這件長洋 那件我就沒有買回來試穿 我想說它們上面版型是一樣的 好 那這麼多衣服呢 我想要再選出兩樣 如果你預算有限的話 必買了兩樣單品 第一個呢 就是我身上這件滾邊的短板提 這件真的很好看 尤其這個不收邊的設計 我真的覺得做得太好了 而且它的短板長度啊 寬度大小什麼的 我覺得都做得超級剛好 真的很好看 我覺得這件甚至你可以包色 都沒問題 因為三個顏色應該都很實穿 然後第二樣呢 是這個 棉麻的褲裙 這件 這件也是我覺得它的版型上做得很好看 然後也很實搭的一件 而且它的棉麻材質也很適合夏天 可是有個小缺點就是 棉麻材質它真的比較容易皺 你們看我剛剛試穿完 放在旁邊沒有好好的折 它就有點皺褶的痕跡 所以穿出去或如果你坐下來的時候 你要稍微撥一下 不然它很容易就有皺褶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希望這種小織女的開箱試穿影片 對你們來說會有幫助 然後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剛剛猶豫的那幾件衣服到底要不要留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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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感谢观看